偶尹发了和女朋友的合照 第二天评论区炸了 一群人涌进来 骂我是纠缠别人女朋友的舔狗 本来以为是认错了人 我删掉了视频 又很快被更多人私信 谈着有对象的女生 还发照片自嗨要不要脸了 心虚了吗 你爸妈没教过你什么是李毅廉耻吗 我活了二十年也没听过这么难听的羞辱 气得拍桌大吼肾上腺素飙升 但还是强迫自己用颤抖的手指打字 你们认错人了 这就是我女朋友 请向我道歉 对方甩过来一张照片 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没见过这么甜不知耻的人 踏内奸 我大脑一片空白 照片的场景应该是在一间KTV包厢 房间被彩带和气球填满 桌上放着巨大的三层蛋糕 一对男女在周围人的起哄下专注的接吻 男生是一个身高一米八以上的帅小伙 侧脸很精致 而女生哪怕灯光昏暗 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张熟悉的脸 我那个所有人眼里温柔体贴 爱我爱到不行的女朋友 柳如烟 我坐在桌前浑身打颤 好半天才找回一点力气慢慢打字 我不知道你的照片是怎么来的 但我和柳如烟大一就认识了 是他追的我 继续狡辩 我们青梅竹马十几名 你不会以为趁我们一底横插一脚 纠缠他就真能上位吧 我不想再看对方发来的消息 退出抖音 打算直接找柳如烟问一下 刚收起手机 身后忽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转过头是满脸担忧的室友马总 你没事吧 我摇摇头 伸手擦了下眼睛 才发现自己竟然哭了 没事就是想起了一些伤心事 所以有点难受 我不想让他担心胡乱扯的理由 站起身来 正好下午没课 我去找柳如烟一起自喜 去吧去吧 另外的小情侣 就知道刺激我们这些单身狗 他笑着调侃了一句 并不意外的样子 大一刚开始 我在一场社团活动中认识了温柔法 还恰好和我在一个学院的柳如烟 他落落大方地接近我 毫不遮掩地表达好感开始追求 都说女追男阁成杀 很快我们就公开在一起 她的送柳如烟到机场 正处在热恋期的我们 谁都不愿意分开 我们在机场你弄我弄 互相诉说着对彼此的依恋 却完全遗忘了起飞的时间 结果柳如烟错过了飞机 直到大年三十才买到回家的机票 第二学期 在身边所有人眼里 我们堪称模范情侣 我脾气温吞 柳如烟也是温柔体贴的人 恋爱一年时间 我们甚至都没吵过一次假 可是 微微恍惚中 我想到那些评论和私信 不由打扰的寒净 怎么了亲爱的 柳如烟的声音响起 我回过神看到面前的她 脑中却浮现出那张照片上 她和那个高个子男生接吻的画面 灯光昏暗下 她的眼神和唇边笑容都漫不经兴 跟平日里的模样相去瞬移 看到的一瞬间 只让我觉得万分陌生 迎着她担忧的目光 我握紧拳头合拢面前的树 低沉的声音道 我想出去走走 柳如烟陪我在校园里散步 一条路走了大半 我终于鼓起勇气问她 你是不是有个青梅竹马 她步子一顿 转头看着我 一贯温柔的眼睛里 似乎有什么情绪一闪 却在我还没来得及便轻视 就消失无踪 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转着拳头低声说 前两天我把出去玩的合照发了抖音 结果有人评论我 说她是你的男朋友 然后呢 你回了她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她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有些紧张 我没有细想 没有 她话说的不太好听 我拉黑了 也许是不想让她担心 我隐瞒了那些蜂拥而至的男听众骂 拉黑就对了 那个人性格太偏执 柳如烟无奈的笑了一下 我和她不是青梅竹马 算邻居吧 刚高考完那会儿 她跟我表白但我没同意 她甚至想说动我爸妈 逼着我们俩在一起 后来她还想用生命来威胁 反手是起的敲我家门 我就把她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我听得心惊胆战 想到那些私信和评论的架势 觉得那男孩的确苦 她还给我看了张和你的照片 我拿出那张吻照给柳如烟看 她扫了一眼抿了抿唇 灯光这么暗 我怎么会去这种约会 估计又是她在屁图 是吗 是这样吗 亲爱的吓到你了 柳如烟忽然抬头凑近你 认真的注视着我的眼睛 别害怕 你既然已经拉黑她 我保证 她以后都不会再来骚扰你 也许是受那些评论和私信的影响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再上过等人 自然也没有拉黑柳如烟那位疯狂的喜足 我的生活还是像之前一样 上课吃饭约会 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出示 注意柳如烟的一举动 眼神和表情 然后在心里和那张照片上 那个神情温柔的人对比 事情真的和柳如烟说的一样吗 那张照片是屁的吗 柳如烟好像看出了我心情不好 清明小长假 我们提前计划好的 去市郊的温泉民宿晚两天 可是刚到民宿放下行李 我正要和柳如烟一起去租御医 她的手机忽然响了 柳如烟拿出手机迅速看了一眼 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 然后对我说 你先去租御医我接个电话 谁的电话呀 我妈找我 可能家里有点事 我愣愣看着她握紧手机 转身从走廊侧门出去 半晌没回过神 虽然她动作件有意避开我的视线 但我还是瞟到了一眼手机屏幕 来电的号码分明没有被决 而且显示的城市是巨市 可我知道柳如烟的老家不在那边 一刹间我脑中闪过什么 指尖都开始发抖 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打开很久不用的抖音 点击那个私信我的抖音号主页 IP地址显示 他人就在巨市 我像是被抽空了浑身的力气 脚下一个亮枪扶住一旁的柜台 不知道过了多久 柳如烟打完电话回来了 他走得急看到我 脸上露出几分歉意 对不起亲爱的 家里有点是我得回家一趟 这两天可能没法陪你 我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 一头看着他 试图从那张我深爱的脸上 找出什么破绽 可是没有 他的表情无奈又歉意 依旧像从前一般温柔 亲爱的你别生气 你回去吧 家里的事情要紧 改天再约会也没关系 柳如烟硬了声号 抬头亲了我一口 然后转身急匆匆地离开 我留在原地 脸睁睁看着他的背影 消失在视线里 我收拾好行李回到寝室 把走日看到我 十分惊讶你和柳如烟 不是去泡温泉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吵架了 说到最后几个字 他尾音抬高 一点不可思议的表情 当然了在所有人眼里 我和柳如烟都是不可能吵架 然而我白白手说 他家里有点事 所以要回家一趟 然后自顾自爬上床堂 望着天花板发呆 从记忆中打捞起之前的一些信息 我忽然发现 其实这并不是柳如烟 第一次在和我约会的时候 跑出去接电话 之前也和这次一样 他表现得万分自然 只说是家里或者室友朋友的电话 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甚至一起上课的时候 时不时也会看到他低头回微信 我问过一次 柳如烟只是随手点了个表情帮发出去 就关掉对话框 随后侧头看着我笑一笑 没什么 我堂妹快中考了 干我回家给她带领 我也投入了百分百的真心 我一直以为他也如此 所以从没有过别的猜想 然而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 才幡然发觉之前的种种的对劲 心头像被一只大手扯 柔尽无数荼钉 冰冷又尖锐的刺痛笼上 我深吸一口气强忍住眼泪 又一次打开抖音 连那个账号发去了一条私信 我想和你谈谈 对方很快回我 谈什么我女朋友来找我 又开始死气白赖缠着不放事吧 女朋友几个字映入眼中 我心头像被刺了一下 所以 刚才柳如烟在温泉民宿 接到的果然是她的电话 最初那股窒息般的痛挡过去后 我反而渐渐冷静下来 忽略她难听的话接着说 你说她是你女朋友 可是她在我面前说的是 她有一个死缠烂打的邻居 用生命逼着她谈恋爱 发完这个问号后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甩过来一串字母 加微信说吧 我很快加上了对方的微信 她的头像是一张自拍 日光下的海边 穿着浅色牛仔外套的男孩面对大汗 笑容灿烂 最重要的是那张脸 一确和那张接吻照片上一模一样 柳如烟的飞机半小时后落地 我人在机场 这半个小时我们可以把事情讲完 她说我先说吧 我叫纪伯达 和柳如烟的确是邻居 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梅 高中那会儿她就说过喜欢我 我虽然也喜欢她 但想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没同意 高考后她又跟我表白 我们俩就在一起了 一直到现在 我身边所有的朋友 我们俩的高中同学都知道 我和她是男女朋友 不过 柳如烟倒是和我说过 她在大学里有个男生 对她死缠乱打了 怎么骂都骂不懂 因为是同学 学生工作上又有接触不好闹的太将 我还因为这是和她吵过去 我看着她发过来的消息 不知怎么的竟然有些想笑 可笑着笑着 眼泪也跟着掉了下来 模糊的视线下 我点开手机相册 一连发了好几张和柳如烟的合照 然后说大一的时候 她就开始追我 我们在一起半年 寒假的时候我送她去机场 结果意外误了飞机 直到大年三十才回 纪伯达发来了一串省略号 她跟我说的是 大一寒假那次往回家 是因为帮老师整理资料 耽误了股飞机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 我和纪伯达一点一点的梳理 这三年来的各种异常 才发现柳如烟一直在两边撒谎 玩得天衣无缝 我甚至从没怀疑过她 纪伯达也一直认为 我是个缠着她女朋友不放的第三者 如果不是她无意中刷到我的抖音 不知道我们还要被蒙在鼓里多久 说到最后 我和纪伯达都沉默下来 屏幕上方正在输入中的字样久久闪烁 却一直没有新消息再发过来 最后她跟我说柳如烟的飞机落地了 我先去接她晚上再联系 好 我收起手机 随手捞起一旁的游戏机 忽然想起这是之前柳如烟 定闹钟抢了好几次才帮我抢到的 又下意识把她丢开 其实事情已经很明朗 她在和竹马男朋友异地恋的同时 又在大学里和我谈恋爱 脚踩两条船 两边不耽误 怪不得两个月前放寒假的时候 我提起想和她回家看看 却被她坚决拒绝 想来就是怕我一过去 她维持了这么久的谎 就再也瞒不住了吧 我盯着床头的游戏机看了一会 又默默把她抓回来 拿在手里打了两下 一直到晚上十点 纪伯达又一次发来了消息 她说因为她打电话逼迫 柳如烟才去据室找了她 两个人吵架后又和好 现在柳如烟睡在她旁边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事 事实上我们俩根本就不认识 而且天南地北的 大概率一辈子都不会认识 却因为柳如烟的行径 阴差阳错被画在了同一立场 思虑再三 最后我也只发了个表情过去 纪伯达没有再回过我 我也不以为意 放下手机去洗漱 等收拾完回来 搭着手机爬上床之后 还发现她五分钟前 又发来了一条消息 对不起 那天叫上朋友那么慢 柳如烟在剧室待了三天 我和纪伯达一直保持着联系 她演技太好了 要不是我们俩已经联系上了 根本看不出破绽 她离开剧室那天 纪伯达又跟我发消息 在机场的时候 我又跟她提起 说了给你发抖音私信的事 你猜她怎么说的 她说那图是你妄想症发作屁 我有些无语 她怎么总是用这个结构 扎你自以为是否 她发过来一个握刀的表情包 我们不能就这么放过她 必须要让她付出带子 柳如烟回来的时候 我在学校难闻懂 这三天已经足够 我把自己的情绪隐藏 表情也调整得足够自然 她没发现破绽 反而一脸歉意地跟我认错 不好意思亲爱的 说好要陪你玩吧 我温柔又包容的微笑没关系 下个月还有小长假 但没有下个月了 4月23号 是我和柳如烟恋爱一周年的纪念日 我已经和纪伯达商量好 要送给她一份大礼 那天从图书馆出来 我低头和纪伯达发着消息 梅流神撞到了一个人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一边道歉一边抬起头 一腾成那张清秀又瘦削的脸映如眼 她抿了抿唇 没有应声越过我 脚步匆匆地离开了 大一难回 一腾成和我同一学院 宿舍也相邻 关系也不远不近 她出身农村家境贫困 申请了学校的励志奖学金 当时柳如烟作为班长 是把名单报上去的那一个 但最后公事的时候 却没有一腾成的名字 反而发给了另一个男生 柳如烟说 是因为一腾成的资料交到她手上时 报名的时间已经过了 一腾成还向学校申诉 但没有后续 大二的时候 她就以全院前十的成绩 转专业去了计算机学院 当时宿舍也和我再没有联系 下头才发现手机上 因为我一直没回消息 纪伯达又连发了好几条 问我怎么回事 去食堂的路上 我简单把刚才撞到 一腾成的事情告诉她 一腾成这名字怎么有点眼熟 纪伯达的名思哭想了好一话 接着发来了一段话 对了柳如烟跟我提过 说是一个装穷的男生 讲申请讲学金 拿给他的资料是伪造的 被他发现后驳回了 我脚步一停步又愣在原地 柳如烟给学校这边的说辞 是一腾成的资料交往 可他告诉纪伯达的 却是一腾成伪造资料 他驳回 我心脏砰砰直跳 感觉自己似乎发现了什么关键点 停住了好一会儿 才把这事告诉了纪伯达 不知道是不是太激动 他直接打了个语音过来 声音透着一股激动 我们要想办法找到证据 你要不要去找一腾成同学沟通一下 他好像挺讨厌我 无缘无故的 他怎么会讨厌你 肯定和柳如烟这件会有的 纪伯达说 这样吧 纪念日计划那天 你想办法邀请他回 等他看到那场面 这误会肯定就迎刘而进 到时候我们再跟他沟通这件事 我托一腾成以前的室友给他 说我和柳如烟 想邀请他参加我们的纪念日聚会 不出所谅 被一腾成拒绝 于是我又亲自去找他 言辞恳切地请他一定要来 柳如烟说他和你之间 有些误会要澄清 他心有愧疚 不好意思 所以才让我来找你 一腾成悠悠地盯着我看是吗 他扯着唇角嘲讽笑了笑 那我就去吧 接下来的一星期 我私下联络了和柳如烟 关系好的所有同学 甚至包括几个读研的学长和辅导员 要给他准备一份大礼 当面庆祝 是有一脸感慨 陆成你真是模范男友 他们都说柳如烟专情又体贴 可我觉得你对他更好 是啊 我应完声 微微恍神了一瞬间 然后换衣服下楼 柳如烟正在宿舍楼下 等我一起吃午饭 在食堂打了饭坐下后 他忽然笑着问我 亲爱的听说你给我准备了惊喜礼物 我强压下内心的厌恶 轻笑了一声是谁告诉你的 说了哪里还算惊喜 没事没事 他们只说了这个事情 具体的内容可是我怎么问都绝对保密的 他话说到一半 放在桌上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我瞥了一眼 是纪博达的号码 对 下楼前我给他发了消息 说我要和柳如烟一起吃午饭 他大概率是故意的 柳如烟看了一眼手机屏幕 脸色瞬间就变了 他下意识抬眼望向我 而我也配合他 露出疑惑不解的表情 谁的电话怎么不接啊 没什么 我堂妹 估计又和他爸妈吵架了 他挂掉电话把手机倒扣在桌面上 又加了块炸袋鱼放进我盘子里 我回去再跟他联系 先吃饭吧 那怎么办 万一是急事呢 你还是给堂妹打回去吧 说着 我就要拿起他的手机 屏幕亮起了一瞬间 却被柳如烟一下夺了过去 我盯着他 极力掩住唇边嘲讽的笑 让自己露出难过的神色 干什么呀 之前说要去你家 就拦着不让我去 现在又生怕 我跟你堂妹联系 你是不是没想过 让我和你家里人接触 柳如烟嘴唇都赶了 那张漂亮的脸蛋 第一次在我面前 褪去了温柔的面积 露出卑劣不堪的一角 他勉强扯出一个笑 你怎么会这么想 露晨我只是觉得 他一个小孩子 说话没分寸 怕惹了你不高兴 说着他抓着我的手 又刻意夹着声音说 等暑假我们一起回我家好不好 动作间 他手指轻拧我的手掌 放在以前还好 现在有种强烈甩开的冲动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克制住 回宿舍后 我和纪伯达说起这件事 他先是和我嘲笑了一番 柳如烟方寸大乱的样子 接着又说 其实我理解你 他离开巨石那天 在机场紧紧抱住我 我当时眼泪都下来 他还以为我是舍不得他走 大概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 我是舍不得那些过去的时光 我和柳如烟认识了十年 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他大意就开始追你了 那时候 我们的异地恋也才刚刚开始 我抬手擦过眼尾 才发现自己也掉了眼泪 哪怕已经完全清楚了柳如烟的所作所 也决定要报复回去 可想起这件事 还是会真心实意的难过 我想起大意的那个冬天 我扭伤了脚走个动路 他扶着我匆匆忙忙跑进医院 医生给我包扎伤口的时候 他握着我的那只手也在轻轻发动 恋爱后我们第一次去看电影 角落的位置 一直到电影结束时 我伸手拦住柳如烟 灯光亮起我偏过头看他 发现他耳根都发红了 都是演出来的吗 还有纪伯达跟我讲的 高中那会儿自习课 他们从教室后门溜出去 并肩坐在操场看台上 看远处天边火红色的夕阳 染红漫天云霞 都被楼宇和山峰一点点吞沫 高考后和同学一起去山里烧烤 纪伯达生火的时候 吹了一点木炭灰 柳如烟拉着他到一边去 一点点帮他把脸擦干净 然后仰头吻上去 那是 他们两个人的初吻 纪伯达的十年 和我的三年 都为一个不值得的人 付出了全部的真心 不值得 都不值得 纪念日那天傍晚 夕阳还未完全沉落 我拉着柳如烟 去了学校最热闹的南操场 篮球场明亮的灯光下 被我邀请的人都已经到了 跳着篮球场围了一圈 里面还有一堂城 旁边还有打球的人夜跑 此时多多少少都把路光投向了这边 柳如烟一脸无奈的笑容 亲爱的 你到底准备了什么惊喜 和他关系好的几个朋友也跟着起来 对啊对啊 先祝你们一周年快乐吧 我微笑着摇摇头 很温柔地说我带了一个朋友来见 说完我侧过头 望向人群一角 所有人的目光跟着望过去 坐在那里抱着一大树花 穿着白色花衬衫的纪伯达身上 柳如烟的脸色刷得一下变得惨 其他人尚且不知真相 还在起哄惊喜应该不止是这一束花吧 当然不是花 而是送花的人 纪伯达走到我身边 抱着那束花和我并肩而立 我继续说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纪伯达 是柳如烟十年的青梅竹马 也是他三年异地恋的男朋友 现场忽然一下变得十分安静 夕阳最后一丝光芒被吞没 骤然降临的暗色里 操场更多的路灯亮起来 把这里照得像是一处戏剧舞台 在这个我和柳如烟恋爱一周年的纪念 我觉得给他准备什么样的 都不足以回报他这两边来 两边隐瞒遮掩 无时无刻不再说谎的心 毕竟一方面瞒着青梅竹马的异地恋男朋友 一边追求大学同学 他要同时和两边谈恋爱 是一件多辛苦的事情啊 我说着从纪伯达手里接过那束花 他两步跨到柳如烟面前 笑笑地看着他 柳如烟 你之前告诉我 你在学校里有一个没说过几句话的男同学 对你穷追不舍 怎么骂都骂不走 那个人叫什么来着好像叫陆成 我接话道 你也跟我说过 你有一个单恋你很久表白被你拒绝 还被你拉黑所有联系方式的小竹马 叫纪伯达 现在纪伯达和陆成都在这里了 说说吧 哪种说法才是真的 这一番话质地有声 篮球场边围了越来越多的人 看向柳如烟的目光都带着恍然和平 他面如死灰嘴唇颤动着 好半天才到 不是 纪伯达毫不退让地追问 什么不是 是他说的事实不对 还是我说的事实不对 还是你柳如烟也觉得自己太他妈不是个东西 你是不是还觉得自己挺有本事 两头满两头片 怪不得陆成说想跟你回家看看你 我说要来你学校找你玩也被你拒绝 你他妈还要不要脸 柳如烟 我们认识了十年 你但凡有一点真心 说到最后他拳头钻紧 伟英也带上了一丝颤抖 从之前纪伯达找了一堆人来抖音骂我就能看出来 他其实是冲动又暴躁的心脑 我很相信 如果不是因为有法律的束缚 他现在很可能已经冲上来给柳如烟一刀 那双炯炯的眼睛里 如今被风锐又浓重的情绪填满 柳如烟像是无法承受 转开目光看向我 他声音里几乎带着一丝哀求 陆成 别这么叫我 我嫌恶心 我很平静地看着他 目光一寸寸掠过他眉眼 一点一点 像是要对过去那些记忆做最后的尘峰和了断 柳如烟 从小到大 我一直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 跟你谈恋爱就是最错的一件 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我被你表演出来的爱意所打 做了另一段感情中插足的第三者 但我不觉得羞耻 哪怕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这件事 因为我自始至终都被你弄在鼓里 你可能一直觉得自己很高明 甚至为我和纪伯达被你耍得团团转 沾沾自行 今天请来辅导员和各位同学 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亲眼见证 你这个一直以来的优等生 班长 学生干部 其实人品堪忧 道德败坏 感情不忠 柳如烟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极度难堪 他妄想站在篮球场边 神情严肃的辅导员 看都没再看我们一眼 转身穿过人群 脚步匆匆的离开了 我没有追上去只是站在原地 春日傍晚 风中带着一丝湿润的暖意 环绕在我身中 被压低的嘈杂议论生理 季伯达把怀里内捧向日陪地 祝贺我们摆脱渣女 当天晚上 事情就在学校表白墙乍砍了锅 接下来几天 舆论持续发酵 却渐渐从对柳如烟这个渣女的讨伐 变成了对我的质疑 陆成和柳如烟谈了这么久恋爱 他就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我怎么感觉他是知三当三 只是事情都不住 所以抢先一步跳出来做好人吧 我也觉得你看他们谈的时候 他对柳如烟有多好 柳如烟这么漂亮 他就算知道了也装不知道吧 那个小竹马才是真可怜 一直被蒙在鼓里 看起来就是那种脾气很极 但又很单纯的人 估计被他骗过去了 室友看到这些言论截图发给我 气得嘴唇都发颤 明明是柳如烟那件人不作人 怎么你勇敢揭露他的真面目 道成坏人吗 我沉默片刻情理之中的事情 你性格冲动 可别去和他们吵架呀 室友点点头 又拍着我的肩膀说马走人 你也别太难过了 为那种人不值得 又怎么可能真的不难过 我出了宿舍 在附近的咖啡厅找到纪博达 坐下后提了两句表白墙上的内容 他一下就急了 怎么又搞受害者有罪论那套 我和你都被扎女骗了 怎么还要挑拨我们的关系 我去给你们学校投稿 我伸手按住了他掏手机的动作 没必要 等留言平息了 这事就没人提了 何况之前提出这个办法的时候 我就猜到会有这种种相 没事比起我 真面目曝光后的柳如烟 还是真的在学校混不下去 一直以来柳如烟在所有人脸中 都是温和礼貌 家教良好的乖乖女学发情形 事情被曝光在众目睽睽之下后 他转身离开操场 静职出了学校 一直到今天都没再回来过 昨天辅导员找我 我把话题管回到正式 学院那边已经撤掉了柳如烟班长 和其他学生干部的职位 但关于撤销之前的评优 和宝言名单的影响 他们说感情毕竟是私事 没办法做这种处理 什么叫私事啊 就这么一个道德败坏的扎女 你们学院还打算给他选成代表不成 既博大不满地抱怨了女学 又有些瘪丧 我们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揭露这件事 不就是希望能对他做出处图吗 现在这样不痛不痒地 撤了学生干部的职位 能对他有什么影响 我没有应声 一旁却忽然响起一腾诚的声音 所以我来帮女孩 出门前我特地联系了她 约在这里见面 一腾诚在我身边的位置坐下 开门见山 大一的时候我申请立志奖学金 因为家里父母不懂 快到截止时间我才拿到需要的资料 当天就赶着给柳如烟送过去了 我还在微信上给他发了消息 他一直没回指导名单出来 才说我的资料送晚了 我当然不服气就自己去调查了 最后发现那个拿到奖学金的男生 一直和柳如烟关系不错 名单出来后他们还一起吃饭 而且那人家境挺好的 按理来说 没资格申请这个奖学金 在往后院里的老师就找我谈话 说我未来前途无限 没必要为了一次奖学金的评选断送前程 我就知道这是肯定是没结果 大二我转专业后 有次在咖啡厅打工 听见那男生和他朋友说话 说他爸妈答应了 只要他能拿到平优品子 就给他换辆车 说到这里 伊藤成的眼中忽然闪过一丝林立的神采 他还说 柳如烟这个女朋友真不是白娇的 二话没说 就托自己在学院里当老师的小舅妈帮了他这个忙 对面的纪伯达一下子正主 柳如烟还有亲戚在大学里当老师 他从来没跟我说过 也没跟我说过 我和纪伯达对视一眼 忽然意识到 在我们面前那个温柔漂亮的女朋友 只是柳如烟众多面具的其中一副人 更多的他的真实面目 还藏在暗处 像是海面下的冰山 如果不是这一次借开一角 大概永远也发现不了 伊藤成说 他很清楚自己人单力不 还要靠学校毕业 原本是打算毕业答辩之后 再向学校举报这件事 但现在既然我和纪伯达打算 从柳如烟的保验资格上做文章 他也要把这件事拿出来 给天平上再加一种砝码 很快 我和伊藤成整理资料 写了一封针对柳如烟的实名举报信 直接交到了学校组教务处 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把这封举报信上传抖音 并爱课了Z市教育局 事情闹大后 学校针对当初励志奖学金的评选事件 展开了重新调查 最终确认了 柳如烟利用班长职权和亲人的教士职位 迅思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事实 撤销了他之前的评优评价 取消保研审查资格 同时寄过记录档案 而他在学校里任职的小舅妈 也因为这件事 失去了评选副教授的资本 至于那个伪造资料评选奖学金的男生 也得到了他应有的处分 学校里的舆论很快转了风向 没人在讨论之前那段感情方面的事情 反而都开始议论柳如烟的训思行为 而上次那个说我知三当三的人 很快又给表白墙投稿 说我公报私仇 必用学校的规章制度为私事出奇 还说我狼心狗肺 这一次 连很多吃瓜群众都看不下去 纷纷在评论区指责这里 纪伯达还去表白墙投了稿 我说这位不知道是男是女的低等公民 打击特权训思人人有责 维护公平秩序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 谁能像你想的这么阴暗 王公报私仇 柳如烟那人扎配吗 这是不是他做的还是怎么这样 那人背对的一句话都反驳不出来 没过几天 就有人通过账号关联 扒出那个投稿 正是柳如烟的小号 我最后一次见到柳如烟 是在期末考试月快要开始的时候 那时风波已经停息 纪伯达也已经回到据室准备他的考试 我在去图书馆的路上 撞见了柳如烟 他拖着两个行李箱 看起来阴沉了很多 浑身散发着一股颓丧 之前就听说学校的处置下来后 他便申请了休学一年保留学籍 打算明年九月再接着回来读 看到我他一下子站住脚步 那双曾经温柔清澈的眼睛里 涌上了浑浊的怒气和怨恶 他哑着嗓子问我 我有哪里对不起你 在一起这一年 我对你还不够好吗 就算你发现了纪伯达的存在 为什么不能和我说我可以补偿 我们好就好散 谈恋爱不就是为了开心吗 你联合一腾城去找学校举报我 你又能得到什么 我被他的理直气壮整校 能得到快乐 不行吗柳如烟 认识了三年 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无耻 你自己撒谎 脚踏两条船 做出滥用手里那点小权力的破事 怎么还怪别人揭穿你 他阴着脸看我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瘦了很多的人 走了两步 鬼使神差的停下 短头看向他远去的背影 夕阳呈红色的光铜之夜缝隙照下来 不知怎么了 让我想起过去恋爱时的很多画面和片段 微微恍惚 那时的快乐和雀跃是真的 得知真相后的难过和厌恶是真的 无论如何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 我将来的人生还有很好的 一切都是未知 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 我和柳如烟大概率不会再有交集 期末考试结束后 纪博达主动给我发消息 问我要不要去他的老家恩氏娃 之前我一直想去Z市 上次就去过 你不是一直想来恩氏娃 我来招待你 就当补偿初次网络会 骂你的那份愧疚吧 我无奈的说不是道不歉了吗 怎么老提这事 没办法 心里过不去 午夜梦回想起这事 尴尬的在床上抠脚趾睡不着 无论如何 你得给我一个补偿你的机会 我答应了纪博达 那个夏天 我和他坐在恩氏南邮一家仿骨的酒馆里 看着柜台挂着大大的酒资木牌 纪博达突发感慨 其实当时发现你的存在 又被柳如烟那么编造之后 我在心里疯狂幻想 见了面要如何跟你要舞阳威 如何羞辱你 如何警告你不要再纠缠我女朋友 事实上加了好友就发现 有错也是扎你的错 你也被蒙在鼓里 你又有什么责任呢 我犹豫了一下 把那天在学校里遇到柳如烟的事告诉了他 果然 纪博达被气到 谈恋爱是为了开心 最基本的忠诚和专一都做不到 说什么屁话呢 我给他一个大瓜子我更开心 他倒是让我打呀 我忍不住笑道 放心 我也觉得